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否抱抱爸爸妈妈 抱抱爷爷妈妈 抱抱自己最深爱的玩具熊 如果你看到一个很大很美味的披萨 那你又会否抱抱它 你最近又和谁抱抱呢 为你们介绍一只猫 它是布丁 布丁拥有满满的爱 她很想抱抱全世界 她的主人莉莉就问她 抱抱全世界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吗? 布丁就点点头 莉莉就立即帮她穿上了毛衣 布丁得到了主人的鼓励 就立即付出行动了 她列了一张抱抱的清单 她从自己身边最好的朋友开始 她去抱抱琪琪、面条、小欧、黄花、蝴蝶、皇后 她去到公园 她抱抱很多很多的小鸟 然后她跳上一艘大船 她出发去更远的地方 没多久她就见到一条大瓊鱼的尾巴 她立即和这一条大瓊鱼来一个拥抱 她去到非洲 她就立即亲吻非洲的土地 她抱抱大象黑猩猩 还有长颈鹿河马 后面包树 布丁更在雨林中探险 她发现了全身的物种 是什么来的呢? 她小小声跟她说 欢迎你 她再出发去印度 她想找老虎泡泡 不知为什么她到处都找不到 于是她静静坐下 她在那儿等 在那儿观察 她不断地鼓励自己 她说一定会有的 结果她如愿以上 她立即和老虎来一个紧紧的拥抱 她继续出发 不知不觉她来到北极 她开始发现身边 无边无际的土地上 什么都没有 感觉就好像没有朋友一样 布丁很难受 突然之间 有人拉拉她的尾巴 布丁吓了一跳 是谁来的呢? 原来是一只北极虹 北极虹跟她说 你要不要泡泡? 布丁很开心 因为布丁已经完成了她的泡泡梦想 她深深感受到 这个世界很大 亦都很小 现在她最想的 就是回到主人来来的身边 享受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你呢? 你想不想拥抱? 你最想是给哪个泡泡呢?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去图书馆或书店 找找这本《泡泡》 这本书是由麦当乐创作的 它等着你 各位大小朋友 泡泡是否一件很简单的事呢? 其实是的 我们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泡泡 或者我们都会主动去泡泡别人 试想想 当你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一个笑容 一个拥抱 会带来什么感觉呢? 是的 心中温暖 充满力量 泡泡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 其实它给我们体会得到 小猫布丁 它拥有满满的爱 和意志坚定的信念 就是由泡泡开始了 这个故事给到我的力量 是我们的未来 究竟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会不会好像布丁一样 以它小小的力量 一个强力的泡泡 就能够令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朋友 以至到我们的环境 还有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明白到 什么是无私奉献 和不断学习 我想我眼中的未来 是充满挑战的 而且这个充满挑战的未来 是很正常的 因为不会有一条平坦的路 去让你拥抱你的未来 所以我想在当下 我就会觉得 我们要做到最好 你面前的未来 或者你的信念 你觉得未来是艰辛的 是充满挑战的 你就现在去装备自己 所以我想我的未来 是有挑战 但是是幸福的